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这些劳动成果 其实多数都归功于原艺师的精心照料 成为原艺师 很多人或许认为它并不难 但想成为一名专业原艺师 选择一所原艺学校 通过培训获得证书非常关键 位于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市的太平洋原艺学院 就是可以带您进入原艺专业领域的地方 当我在英国我认为了资格学校 我认为了资格学校 是几个小学生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一个改变的学校 我认为了资格学校 我认为资格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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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P 资格学校 因为它有很酷的课程 它将会担心十分钟 我選擇由其他學校的學校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有很多學校的學校 有很多學校的學校 HCP是最好的學校 他們有很多藝術 他們有很好的學校 他們有很好的學校 他們從全世界各地的學校 他們也喜歡學校的學校 太平洋園藝學院 位於卑施省省府 距離維多利亞市中心 有40分鐘車程 成立於1986年的太平洋園藝學院 是卑施省私立職業培訓認證機構 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氣候條件 也擁有全省最大的花園實習地 曾被渡泰華公明報 評為加拿大十大最佳當代花園之一 我們有10棵森園 讓我們自己使用 所以這是很不平常的 我們鼓勵地表達這些想法 而能夠實現地做它 而不只是說話 30多個示範園 以及42公頃的育苗園 就是學生們的整個課堂 這裡有超過1萬多的植物品種 它們大都適應於西北太平洋氣候 學生通過參與這些示範園的種植 和不同季節的維護 來取得經驗 整個課程有一半的時間 都是在花園的實際操作 所以學生可以學到 食用的種植以及維護技巧 這也就是太平洋園芸學院 最吸引人的地方 冬季園 日本園 園生園 抗旱園 和蔬菜種植園等 都是需要學習的內容 馬琳娜一直對於蔬菜園情有獨鍾 我愛在外面工作 那十個月課程學過之後 可以找到十個月 什麼樣的工作 職業前進又是怎樣的呢 課程時間全日制為十個月 共一千一百二十小時 每年一月開學 十一月結束 申請條件 有十一年級數學和英語成績 證書課程完成後 有機會在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 進一步研究 就業方向 美化種植師 園藝師 花園護理師 高爾夫球場 園藝美化師 工資報酬 每小時二十五到三十加元 給予經驗以及教育經歷不等 學費為四千五百元 就業機會與人口分布相近 在文革華島區域高於平均水平 職業特點季節性強 就れた�廷飯 殿健康